周一剑重现江湖,这次的主角是崔永元老师。 近日,崔永元持续在微博曝光华裔公司及其相关的一些艺人的部分黑料,指出其存在偷税漏税的现象。 而与刚开始,爆料的阴阳合同时引起的轰动相比,感觉近期崔老师的声势有所减弱,很多网友的注意力也逐渐被转到别处。 崔老师更新最新微博,原来崔老师是在担心股民,觉得少说一些,让华裔的股价能够涨一点,好让贩户逃跑,真是用心良苦。 周一剑,由中国第一狗仔周围所创,从当年文章摇迪出鬼事件,可以看出其杀伤力有多大。 到之后爆料其他明星,可以说,周一剑,娱乐却已经成为明星门灾难的代名词。 此次崔永元老师公开喊话,下周一出手,不知道这次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。